任榮軒 李國藝演出真感情 甜蜜氣氛讓大好人受不了 對啊 我真的覺得 妳就有那種粉紅泡泡的感覺 對 你看他就是看我 真的演成不一樣 有嗎 對 我只有感受到灰色的泡泡 沒有那麼慘 這麼關心 有壓力嗎 好 大家午餐 週一到週五晚上七點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國藝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任榮軒 您現在收看的是 MTV 我愛偶像 好 我愛偶像 今天呢 各位朋友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任榮軒跟李國藝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任榮軒 李國藝 對 好 我一定要講一下 這個任榮軒跟李國藝 算是我愛偶像 就是我們節目開播到現在 這個唯一第二度 回到我們節目的藝人 真的假的 我們好榮幸喔 謝謝 對 在當時是因為要宣傳 那個我的自由年代嘛 然後來上我們節目 然後我們也聊了很多 就是我們不是很熟悉的90年代 對 不是嗎 不是很熟悉啊 經過了這一段時間之後 你們兩個都比我熟悉90年代了吧 你們 對啊 在這一段期間 必須要先說真的很感謝觀眾朋友 他們陪我們一起度過了 這個自由之路 等一下 我剛剛跟李國藝聊天才知道 他有時候拍到很晚 然後半夜回到家 可是他又很想看 所以他就繼續看 看到那個重播結束這樣 對 然後隔天又要趕拍 早班的那個戲這樣 對 明可一定要看完 因為在播出的當下 我們正在拍攝並沒有看到 很可惜 可是又不想要就是 慢人家一拍 所以儘管拍得很累 明天很早 還是硬要把它看完 那拍的感覺 跟後來播出的感覺 不太一樣喔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我自己在看播出的時候 我都會發現 原來他有這一段 然後我就像今天我就跟他說 你怎麼多加的那一塊 我當下 拍的當下並沒有注意到 然後覺得那一塊 真的還滿不錯 一點真的很很有味道 所以那種圈 因為你們家 就是這樣很活潑的家族 你們會一起看嗎 會 我跟我家人會一起 走在電視機前面看 然後我就會親眼看著我媽 捲曲到沙巴裡面 然後她就一直打我 然後說下面怎麼發展 她也告訴我 為什麼進廣告 一廣告回來會怎樣這樣 廣告 媽你冷靜 媽你冷靜劇本在這裡 後面兩集都給你們 一起慢慢看 對不對 所以妳就是自己不會覺得 就是說不好意思這樣 不會 我覺得看到我媽媽這樣子的反應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就是看到她好像 就是馬上反 是叫什麼 反撲 反撲 馬上在戲裡面 她就可以立刻把那個反應 顯現在妳的電影 所以馬上是一個很即時的觀眾 對 即時觀眾 但李國藝不一樣 我們剛好在私下聊天的時候 是你要躲起來 對 我很奇怪 尤其是首播的時候 我喜歡 自己一個人躲起來 然後自己一個人看 對 檢查自己的表演 因為感覺我要拍是一回事 播出是一回事 我都要自己先檢查過後 通過了這幾個 好 你們看… 真的喔 那如果是家人說 不要這樣 一起看… 你會很害羞 家人都知道我會這樣 所以通常播出時間到了 他們就會自己集合在另外一台 然後送一台給我這樣 真的啊 這也是滿特別的 所以一個演員 當他演完戲之後 真正播出的時候 每個人看的心情不太一樣 對啊 不過說實話 就是那時候 來上我們節目的時候 我們談到了這個戲 我的自由年代 講的是90年代的事情 對 那個時候 我們在節目中分享了音樂 講的90年代的一些 大家會討論的話題 可是我們真的沒有想到 這個各位觀眾 因為對這個戲的熱愛 讓他們一集的收視 能夠節節高升 我自己是感覺拍攝這部戲 就好像我又重新唸了一次大學 那旁邊的演員就是我 觀眾就是我的同校同學 就大家一起回到了那個年代 我們一起在唸大學生 儘管說已經離開大學很久了 或者是還沒唸大學的觀眾朋友 也跟著我們一起在 沉浸在學生的感覺裡面 就很謝謝大家的支持 對啊 就像我來講 如果是一個觀眾 我就會回想 對 以前我會在學校附近 哪一個地方吃飯 然後以前我那個同寢室的人 他會跟我講什麼話這樣子 對 我也常常在你們的戲裡面 就是好像回到我唸大學 那個時候的狀態這樣 對啊 所以可能是因為這樣 產生了很多的共鳴 那是之前沒有想到的 完全沒有想到 但我覺得真的很感謝 因為這樣子的共鳴 是演員彼此之間要摩擦出來 是激發出來的 那我也很 就是謝謝不管是導演 或者是其他工作人員 特別是演員 我覺得就是我們之間的默契跟互動 私底下就是已經很好了 才能呈現出在電視機前面 就是為戲這樣子更好 對 所以這個是 所有的順利撞擊出來的結果 對 也跟你們過去拍戲的 那個經驗跟風格不一樣 對 以前當然也是演過戲 但從來沒有人像這次這麼熱烈的 要把你們兩個湊成一堆吧 流川跟佳恩 對啊 你每天都在 就是這個戲裡面 然後一離開戲外 大家還是要問這個問題 我們每天一看報紙 怎麼每天都是流川跟佳恩 是到底要不要在一起 大家這麼關心耶 你 有壓力嗎 我不會有壓力 我不在意解八嗎 對 不會有壓力 我就是沒有壓力 這些事情耶 像我常常看到我們的報告 就是我們兩個的合照 就是真的覺得 我們好像在照鏡頭 有時候覺得像兄妹 有時候覺得像雙胞胎 像 對 常常我就是自己拍一些照片 然後可能拿著 我們剛出爐的雜誌 對 然後就拿著他的雜誌 然後這樣跟他拍 然後傳去你給他 他就說 怎麼好像雙胞胎 我自己也覺得 對 好像喔 所以其實沒有去想這麼多 覺得說 這可能是因為我們的外表 讓大家覺得說很合適很合適 對 可是我們覺得私底下 互動才是比較重要 對啊 私底下互動 大家也很有興趣 所以私底下互動也很好 也很好 對 因為我剛剛就看到那個 李國映很開心的時候 還會去抱一下那個 那種犬耶 沒有 其實我剛剛 我剛剛抱的原因是因為 我犬長只抱了那個粉絲 我怕其他人會吃住 我就會擋住到麻眩 或者 和樂融融的感覺 對 大家都抱一下 對 讓大家抱一下 對 各位 第十集開始 我就加入了 我們要搶一下 第一段集加入 我們是有的 好 第十集開始編劇就要改寫 就是呢 這個 我愛上的音樂 對 對 然後不要亂吃醋 對… 你打拿出手 對… 你打拿出手 這個是 對 然後那個 那個DJ常常在廣播的時候 就是播一些歌 偷偷的暗示他 就是說 好棒喔 對啊 還教什麼網友 是不是 對不對 不錯 對 網友都不敢跟你承認 對不對 好 不過說實話 就是說 在現實生活中 如果是以你們兩個人來講 在劇中有喜歡那種 好像照鏡子的感覺 這樣子的感情 那這個李國藝 你會比較喜歡哪一型的女生呢 哪一型的女生 應該是 不主動的吧 不主動的 對 因為我本身 可能比較沉默 比較 不主動一點 然後喜歡刮噪的人 我喜歡一直跟我講話 一直跟我講話的人 對… 真的啊 對 很厲害嗎 所以你也很喜歡劍哥 不會 我呢 我都沒有在主持節目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滿安靜的 對 應該是 反正榮軒吧 我現在發現你 比以前刮噪好多 對 你以前任務就不太講話了 你現在什麼話 很會表達 沒有 我比較怕聲 因為今天這個場合 大家都是很熟識的朋友 所以就會忍不住 就是我有點人來風 然後就會很吵很吵 常常李國藝就說 好…收了… 然後就喔 好 收 然後又開始 好 收… 他一定要在 就是說你一定要在你安全的環境下 你就會把那個感覺 就是其實就很像你家的感覺 對 我覺得你家很吵 對 對 我家很吵 因為我去那個 融融的家 然後姐姐也在 然後爸爸也在 媽媽也在 過年真的 好熱到你們家 對啊 那你呢 你喜歡什麼型的 我喜歡的男生要很有想法 對 要很有目標 然後要很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重點是要很陽光 就是我不喜歡英語的人 對 我喜歡就是他們可以 很多事情都往很正面的方向去想 所以其實這個 我覺得劇中 你們好像感覺很素配 然後劇外 雖然有一點點個性上的不太一樣 但是我覺得其實好像感覺 人家一直要把你湊成一對 也是好像有那麼一點點 就是好像有原因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互動真的 我覺得很喜歡 就是男女之間的那種互動 但是沒有感覺 我也滿喜歡的 好啦 這個其實呢 大家看戲 你們喜歡怎麼想像都可以 但在劇中也真的是有好幾幕 是讓人覺得滿害羞的 非常多 好 李國藝 你覺得在你這一次演這個 我的自由年代 有沒有哪一個戲 印象最深刻的一幕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跨年露營 然後佳恩一個轉身 把手趴到流川身上 這應該算是我們兩 流川跟佳恩的 就是一開始有一點 你知道嗎 肢體接觸 對… 不是那種怎麼樣一樣 可是那種侵略性的肢體接觸 當下 因為其實那時候 已經拍到零時四點五點了 他當下叫一叫我就醒了 真的嗎 所以是怎麼樣 是有一道閃電划過的感覺 怎麼會就醒了呢 其實流川對佳恩 現在心裡已經有一個小宇宙 準備要慢慢爆發 但他碰到我之後我真的也 就是這個感覺 所以我一個那個 對 那個影響 他那你要出這一段的時候 妳聽得好過癮 妳好像有兩個走入 對 因為我不知道 他當下也是這樣的 因為那時候我是呈現一個 在睡覺的狀態 然後就是一個翻身 很自然地打過去 然後那時候導演一直說 打大力一點… 我還想說睡覺怎麼可能很大力 可是我就是這樣打 然後就是一直閉著眼睛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的反應是怎麼樣 對 所以因為 因為李柏伊其實基本上 你一直是流川上身 所以那個東西 打過來的那個力道 其實就把你那 原來在戲裡面 該要爆炸的東西引出來 對 原來是這樣 但我覺得有一部分也是真的 謝謝網友們大家的出力 大家越講我好好引 對 你就越有這種感覺 我每個事情講久了 然後都變真的 然後真的一樣 真的… 都是你們的鼓勵 幫助到戲劇上 戲本身很多 對 要不然你打打打看 我看有沒有那種感覺 打 打 妳打 大力一點 我為什麼打眼睛大力一點 我自己還說得很好 記得 我是這樣子 這樣 好像也有感覺 真的嗎 而且是躺著的 我們這個狀態是躺著的 對 我知道我有看在目視 那妳呢 妳印象最深刻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們兩個打電話 因為我覺得每一段愛情的萌芽 都會先從講話 講電話 不管是講電話 或者是MSM之類的 我們就是 就是從BBM上面開始聊天 然後後來就是有一個 講電話的部分 那個魅目 我印象太深刻了 就是有一種 想講什麼 又不知道要講什麼的 那種空白 就是很美好 我很喜歡那個空白 沒有台詞 只有對話 然後也是很安靜的這個空白 我好喜歡 妳們彼此牽引 互相帶戲 所以妳們印象最深刻的 也都是對手戲 這樣子嗎 我也是 我覺得 融發出來的頻率跟電波 我很容易接收得到 在戲上面的節奏 就很明顯 他要做什麼反應 做什麼 他準備要做什麼事情 我好像都可以收到 然後再反回去 是 在戲這上面 國藝其實教我很多 他有時候是講出來的教 有時候是我一直在觀察他 所以我常常會觀察 他的小動作 然後他是一個很認真的演員 真的很認真 像他自己一個 自己的一個人的螢幕畫面 他可能會翻個三四次 然後每一次就是在試感覺 就是一個很認真的演員 我一直覺得很欣賞他 然後也很謝謝他 帶給我這樣子的火花 帶妳的方… 好… 那妳現在看著 李國藝的眼神好了 我覺得妳們兩個可以 可以互動到多久 可以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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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我呢 演員很久 好像可以 我覺得Selina來自於 也有可能是要來看流傳 我有這樣想過 因為他自己也是我們中時粉絲 然後他看了之後就說 如果在等戲 或者是今天在休息的時候 你有沒有方法可以讓自己 練習 只要一有時間我一定睡覺 好… 一定睡覺 對 就是把自己的狀態調整好 才能在螢幕上面有好的表現 所以我基本上不太會 沒拍的時候在現場不太會玩 不太會打鬧 不太會什麼 除非有人帶 我就會… 所以有人帶 我就會… 都是我們當康樂部長 我一個是就是鏡頭來的時候 我就會很開心 然後因為很多時候都是拍群戲 很多演員 對… 但很多演員的火花就會積得很高 就會很容易就會氣氛就來了這樣 看他心情 對 所以妳如果今天這個 沒有工作 妳在休息或等待的時間 妳會做什麼事 我大概其實我目前拍到現在 很少有等待的時間 真的啊 因為一直要 剛剛在那個戲上面就對了 對 因為家安的戲份比較多 所以常常都是 就是排得剛剛好 一場接著一場這樣 所以其實就算 中間有一個等待的時間 或者是在準備下一場戲的部分 所以姊姊來看班 對妳來講是壓力吧 還是說 其實我真的嚇了一大跳 我完全不知道她會來看班 因為那天我們在拍一些 就是給媒體的照片 然後拍一拍 突然有人這樣衝過來抱我 然後說家窩 行嗎你喔 我就一個很刮鬧 然後咬咬咬咬咬 我怎麼會來 我真的沒有想到 她真的有把我驚喜 她說她已經籌畫很久了 妳覺得Selina來自於 也有可能是要來看流川 我有這樣想過 因為她自己也是我們忠實粉絲 然後她看的時候就說 流川真的很有魅力 而且她說流川就是她老公 因為她老公在去念大學的時候 也是風雲人舞 她爸爸也是立委 是不是 是 她說對 流川就是妳老公 難怪妳這麼喜歡流川 好 我們再倒帶 等等… Selina跟任蓉萱 我不要讓妳選 不要選Selina 妳不是喜歡安靜一點的嗎 那我很愛 不用比較愛 好 不過我們這是開玩笑的啦 因為姐姐來探班 其實也讓我們知道說 她很關心妹妹的這個戲 好 今天在我們的節目裡面呢 我們也要跟各位來做一個 有趣的問答 這個問答你們不要太思考 我會問你們有個問題 你們直接回答就好 好 好不好 是跟你們拍戲有關的 好 好 自由大爆料 所以呢那個 因為大家都很熟悉嘛 李國藝 任蓉萱 另外還有翁芝曼 我是元介這樣 那在這個戲裡面 在劇組裡面 你們覺得誰的意識 是元介 真的喔 是元介 你覺得是李國藝問的嗎 怎麼說 是元介 因為你是異性 對 但一定是你 真的喔 是元介 你為什麼覺得是元介 阿介在現場的時候 他每天來的時候 便服都很帥 潮流 是 一路走來 他到我們現場以後 後面都會跟一群人這樣 然後他都會很有禮貌的 幫大家服務完 幫粉絲服務完之後 然後送他們走這樣 真的喔 我每次都會看到 他很像隕石 繪星一樣 後面波很長 然後來到現場 所以他的那個 粉絲的服務做得這麼好 還送他們走這樣 對... 還幫他們叫車嘛 對 所以你覺得 他的異性源非常好 好 那另外在冷拍戲的時候 你們覺得誰 最像是那種愛來 然後叫你 戴睡覺可以嗎 戴睡覺 戴睡覺 你國藝啊 對啊 因為他說他一休息 在等待的時候對不對 睡覺 他很愛睡覺 我很愛睡覺 他會抓到空檔去睡覺 為了要就是培養那個 拍戲的時候那種養神 對 我養神 對啊 不是真的熟睡 一定就是潛眠這樣 對 但我絕對不遲到的 很有時間觀念 是… 每一天都會找到 對啊 保持在一個 隨時準備好 對啊 你有遲到嗎 沒有 我也是會遲到 那誰遲到 誰遲到 誰遲到 他出了 林林般的笑聲 對啊 好想知道 趕快是誰 對 其實大家都滿準時的嘛 對 好 好 應該 應該 應該是 女生吧 比較會遲到 不一定 不一定 好啦 我覺得是聖地元界 為什麼呢 因為他其實提早到 但他做完的 粉絲的服務之後 就遲到了 對 因為你弄太久了 對不對 好 在你們劇組裡面 誰最沒有在請客的 你們會請客 有 都會 真的喔 吃的喝的通通都會請客 一頭就都沒了 真的喔 一頭都拿來請客 對 賠本聲音 因為我覺得劇組的工作 都很辛苦 所以常常 每次只要人家請客 我們都會覺得很開心 所以我們也會扮演這樣的角色 帶給劇組的人 感覺更和樂的氣氛 那誰都不請客 有嗎 沒有 不請客 雖然姐 雖然姐 你為什麼還不請客 我可能輪到你 小氣鬼 今天我們才在講說 報紙把它寫得好漂亮喔 把這角色 就是他演得好像演得特別好 我說報導都寫成這樣 你為什麼不請客 然後都好 馬上請客 但因為剛好放假 他就說放假回來馬上請 但還不知道你怎麼會 很常情 另外這個最調皮搗蛋的 你覺得是你 就是應該算是善永圈嗎 還是翁芝曼的 我不會覺得是他 不會覺得是他 就是你喔 好驚訝 怎麼會是李國藝呢 他很喜歡逗大家 因為我很不喜歡 照劇本裡面的演 也許我會演兩次 三次 四次 可是只要有那種 即興反應的時候 我都會說出不一樣的話 或做出不一樣的動作 讓你來反應 這樣反應就會出來很真實 對 像翁芝曼你就接不住 好遠 對 那這樣不就是要重來嗎 對 不然就很自然 就反而很自然 對 我就會 就會想要試試看 你不會接得到 如果你接到的話 就是一個很完美 很自然的演出 所以說我們在看這個戲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不是設定的台詞 是你突然來的 然後演員的反應也是 他照那個瞬間 就是演出他當下的姿態 很多時候台詞跟反應 都是我們現場激發出來的 就是沒有照的劇本走的 可是反而會讓這場戲 更有活力的感覺 那這樣聽起來 誰最會NG呢 誰最會NG啊 他吧 現在是你喔 還好啦 比較多NG一次 兩次三次四次 大概就四次的那個 我哪有那麼多次 四次應該算是 有四個人嘛 四個人你覺得誰NG次出最多 好啦 絕對不是他 對 不是我 因為他早就已經背好了 他都盯在這裡 對 比較不會出錯 而且他都是用眼神在演戲 他台詞沒有想像中的動 他這台詞真的滿小的 他真是不停的做反應 對 所以你比較印象最深刻的 可能是哪一段台詞讓你演 其實因為導演 常常就是會脫稿演出 他常常在現場就說 這個台詞我覺得不好 來 我們來改 然後一改就是大改 即興 大改 對 大改 然後因為我是即興很差的人 我都是會在家裡面背得很好 背得很好 然後在現場這樣 所以一旦本來大改 我就會非常的慌 然後就是一直要在現場 一直很久 然後常常就會卡一個 然後就對不起 不好意思這樣 因為我真的即興不是很好 所以這個突然改是為了戲 但是會跟女人來背的 就是有一點不一樣 然後反而讓妳感到 非常的困擾這樣 其實困擾不會 因為讓這個戲更穩 更好看 但是就是會卡在那個牌詞上面 對 所以就常常 就是會有幾次的NG這樣 好啊 那我們希望這個 透過我們現在訪問大家 可以對這個戲有更多了解 我覺得就是因為你們的感情 跟劇組的關係很融洽 所以當我們看這個戲 它其實是戲 但它其實也是好像很生活 對啊 所以大家喜歡 我的自由年代 要繼續來支持這個戲 那今天我們訪問到的是 劇中人兩個演員 但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心理測驗 心理測驗的話 就以你們個人 要跳脫 流川跟這個嘉恩 好不好 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心理測驗 讓大家對你們更了解 好 好 李國瑜跟任榮萱的心理測驗 如果你們在爬山的時候迷路了 然後你們遇到打好人 請喝飲料 謝謝 大好人 對 大好人 請你們會一定要 請猜猜大好人會拿出什麼呢 好 有清水 有果汁 健康飲品 起水跟冰綠茶 李國瑜你覺得你平直缺 你會選什麼 我現在想喝冰綠茶 冰綠茶 對 好 OK 那那個 我想喝清水 蓉蓉要清水 其實我剛剛也自己試完了一下 對 我也跟你選一樣 冰綠茶 是冰綠茶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如果是別的 果汁可能 大家可能比較不會想要果汁 這個叫什麼 被暗戀指數 它只有20% 對 知己良好 就是說它的那個戀愛 就是它會被暗戀的機率很低 對 大家只是想當知己 對 只是想當知己當朋友就好 所以選健康飲品的人呢 就會感到 對 所以暗戀的指數有90% 那如果選汽水的人呢 感情封閉 被暗戀的指數只有30% 對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清水 我們來看一下任劉萱 被暗戀指數 對 你的暗戀指數會有 還不錯啊 60% 因為你是一個隨和 所以你很容易吸引人 個性好 對 性質好 家長好 然後 接下來就這樣 你好會接大家 很好耶 完全內好就是內在在吸引人 是吧 對 還是說剛才那些 其實也是台詞 不是 是你內心對任劉萱的感覺 是啊 對啊 是我認識的他 沒錯 百分之六十不高 但是 像因為我也是選那個冰的綠茶 我們兩個選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是什麼樣的人 我們有一半 還不錯 朦然不知 被暗戀指數 就是我們被暗戀了 我們還不知道 好像流川被白雪 暗戀不知道 對 對 沒錯 這裡面的流川的那個感覺 對啊 愛情雷達還沒有打開 沒有打開 所以 我被暗戀了 但我也不知道 好煩喔 對啊 誰呢 不知道 快幫你開雷達 好想知道 工廠長好癢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對 常常保持在這麼高的狀態 但是總是降不下來 到底是誰 可以幫我降價斜壓呢 對 好 所以各位 李國宜 是一個 有可能嘛 因為我覺得 大家可能會 暗暗的喜歡你 比較不好意思表達 因為你真的是比較 不那麼多話的 大家也會有點害怕這樣子 好像這個戲 一開始的時候的感覺 就是這樣 對不對 對 有這樣子的感覺 好 好 接下來再一題 心理車業 在一年四季中 你最喜歡哪個季節 然後我們先選 春天 春天 秋天 這一次太少了 其實我原本也想要選秋天 但我覺得我喜歡春天多一點 你喜歡春天多一點 我最喜歡的是夏天 夏天 夏天 對 所以我們都可以來看看 沒有人選冬天 大部分人不喜歡冬天 好 在一年四季中 如果是冬天的話 對愛情的抵抗力 只有百分之三十 可能是對愛情的抵抗力 就是說當愛來的時候 她只有百分之三十 可以抵擋得來好 很容易追嗎 很容易她就會被追上 喜歡向別人 對 或者是她很容易就會 就是愛上人或者被愛 對 所以如果選冬天的 你追她應該不會很難 因為很快就追到了 對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是夏天嗎 夏天的話呢 我的 對愛情的抵抗力有百分之七十 對 我真的都是堅住 真的是堅住 對 這麼多年來也是因為 所以 就到現在 還要一朵花這樣子 堅住 你講太多了 好嗎 講不太好 對啊 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是選春天的話呢 春天日的愛情 熱熔學的春天 就是有百分之五十 準嗎 其實我抵抗力滿低的 真的啊 你早講了 早講了 對啊 我很容易練習 對 跟觀眾朋友們說一些 我很容易清醒 就是一些簡單的小工作 或者是講話 很容易就會 這種感覺 真的嗎 那跟妳合作過 那麼多的男主角 怎麼之前都沒有聽錯過 有別人讓他們這種感覺 因為我有一直提醒自己 另外百分之五十就出現了 對 不可以這樣 可是在角色裡面會 在角色裡面 我會真的喜歡這樣追 但是下了戲之後 就會一直到自己 下了一次角色下去 就是角色這樣 這樣很辛苦吧 對啊 這樣很累 真的很累 所以妳其實談過好多次戀愛 我都在戲裡面 對 在戲裡面 妳真的談好多戀愛 我的戀情非常的豐富 我都在戲裡面 所以妳以後真的有機會當女生 對 因為她經歷過人生 很多的波折 但是妳都是在劇中這樣子 好 那李國一 百分之八十 很高耶 最高的 對啊 很像妳 所以是我 代表妳有這麼高的抵抗力 就算我們幫妳介紹女朋友 或妳真的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妳可能沒有那麼快的時間 接受這樣 對 是喔 還是其實妳是立刻燃起熱情的 愛我那種 燃燒小宇宙 對啊 可是妳才知道小宇宙 妳已經等很久了 要不是那一雙 要不是那一隻手 推過來 它也不會爆炸 那是流川 對 那是流川 我們都當流川了 對 那 OK 大概就這樣 對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兩人交給劇組 他們又要繼續回去拍戲 本來他們兩個今天晚上 還可以吃一下麻辣火鍋 但現在被我們訪問完 已經沒有時間了 沒關係 那妳們殺青我再請妳們吃好 好啊 謝謝 收到 OK 好 今天謝謝隊友學 也謝謝李國藝 謝謝大家 拜拜 拍立得 週中有大獎 還可以在 我的自由年代片尾 秀出妳的精彩照片喔 活動詳情 請趕快上Facebook搜尋 我的自由年代 再也不能 1月號華流 校園最夯新偶像 李國藝 任容萱 帶您回到自由年代 2013華曲大賞 明星漏網鏡頭一次收錄 Being Girls 顛覆您的美麗想像 單款封面 三項獨家好禮 等你來收藏喔 華流明星 大家好 我是四元介 這是我聯名設計的情人介 只要來愛麥克定供 還有機會跟我一起過情人節喔 四元介 2014與你相約 愛你一次 更多的戲劇好夯就在 愛麥克